对呀 因为贴了假睫毛 眼睛就会变大 嘴巴怎么了 嘴巴怎么了 是这个痣吗 这是一颗痣 这是一颗爱吃的 爱吃的痣 在这里 化妆淡淡吗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问我是什么星座 我是处女座 处女座曾经有一段时间 被暴力吐槽 阿梦 这太亮了 北京现在是这样的 我也看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阳光很大了 但是也很冷 口红什么颜色 口红好像还没涂吧 还没有上口红 我觉得可以 忧传 就是前面溜水 然后觉得 他就是猫猫 一点 少吃起来 前面是吧 那就是你爸 你爸吧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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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碗上 对 前面你还可以 多八点 八点 对 多八点 好看 好看 就是改新款台地卷 改良版的台地卷 有人问射雕什么时候播 射雕应该也是过年的时候 可能就会播了 可能 射雕应该是在 汉假的时候 在汉假的时间播出 暂定是这样子 但是还没有特别确切 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 有关注一下官微什么的 够了吧 照妖精 其实我 从小就比较喜欢镜子 这个单品 就是不管是好看的时候 丑的时候 都想装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 比如小时候我们学舞蹈的女孩 都会有这个习惯 就是在镜子里面看 因为我们小时候上课的时候 是前面是一面大镜子 然后两边是拔杆 所以在整个舞蹈教室里面 就是习惯性的去看自己 就是各种姿态 所以可能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就各种时候都要 都想照进屋 满屋都是衣服 是吧 是是是 是有点乱 对 因为我们早上起来 因为我们到了太热了 每个人都在脱衣 对因为太热了 我们穿的很厚的来的 然后一进房间 这个阳光一照 整个人都感觉 热 热炸了 因为 阳光很风筹 今天天气真的挺好的 突然没出血 一扫紧 然后这个也 你看超姐 我们要给超姐一个特写 在这里偷偷的看里面的留言 然后自己 忍不住感叹一句 真好看 你可爱的超姐 咚在那里 咚在那里 对了对了 发布会是三点钟开始 所以呢 你们到时候可以在芒果TV 看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发布会的直播 他们也会有直播的 打电话去 今天周五了 上学的小朋友们 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 对 正好 你们想好周末要干嘛了吗 有人非常强烈地在呐喊 现代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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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统统就要拍咯 下一步就是了 我在这个工作室的号发了他签名照的那条片 嗯 他准备好了 有人跑过来就演 嗯 我可以在镜子看吗 自己 那谁演的呀 下部戏拍啥呀 现在呢 还不能说 木木木姐在跟你们 好好笑呀 卖关子 对 马上就会知道了 对 但是是不现代戏 可以看见美美的现代性的造型 就完了 好了 朋友们 现在两点半了 这么夸夸 对呀 时间过得太快了 还没抽奖呢 你还没参与 赵新老师说我还没来得及去留言 他也想要 哎 嗯 邀邀邀邀邐邀邀署 要是发一个 发一条 这是谁在化妆 谁在搞头发这么帅 哈哈 救你了 那我们今天的 感谢你为我因缘co transparent 的直播就要到这里了 我来翻过来 我这里也可以拍 静正镜 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孩都喜欢拍镜子里自己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平时 平时对我的关注 还有你们 给我的一些鼓励 特别感谢 然后你们可以经常在我那里活跃起来 你们给我的每一条留言 每一个私信 还有你们在那个粉丝圈里面聊天 我都会去看哦 那今天就到这了 祝你们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咋关了